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家新闻,我是吴俊松 桃园环保局防疫消毒大队和国军33化冰群这几个礼拜以来 在桃园地区进行大规模消毒行动 总统蔡英文在1号上午特地和桃园市长郑文灿一起到南门公园 为免这群辛苦的防疫人员,感谢他们无私的付出 桃园市环保局消毒大队以及陆军第六军团33化学兵群 近来马不停蹄为桃园进行全市大消毒 总统蔡英文一日在1号上午和桃园市长郑文灿一同到南门公园 慰问这群防疫战士们,并致赠加泰金 感谢他们守在最前线保护民众健康 我经常在电视上社群媒体上看到各位穿着防护衣执行的画面 那么今天来到这里,就是要帮大家打气加油 我也要代表全体的国人,跟大家说一声谢谢,辛苦了 桃园市长郑文灿也十分感谢他们对社区防疫的协助与辛劳 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全市大消毒,降低社区染疫风险 那第一阶段针对社区足迹较多的热区 因为我们希望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消毒 所以当时就由六军团 那么第一时间跟桃园市政府决定这个合作分工 扩大这个消毒的速度 所以到今天为止 那么热区大致上可以完成 今天消毒的是桃园生活圈的第二轮 以及大溪老街 那我想可以让市民看到 这个居民同心 共同防疫 自1月12号以来 两队已完成消毒确诊者足迹周边155个里 而在接受勉励完后 队员们下午也来到桃园大溪进行消毒作业 继续为民众坚守在防疫最前线 彻底消毒对抗疫情 记者刘雨婷桃园报导 总统蔡英文在1号上午和行政院长苏贞昌 桃园市长郑文灿一起到平镇集水厂 视察桃园新竹备源管线正式通水 预计未来每天可以从石门水库南送20万吨 用水到新竹地区疏解新竹严峻的水禽 桃园石门水库在市府的开源截流下 目前已回升到六成水量 但邻近的新竹地区水库水量却只剩下两成 台湾自来水公司因而赶在二月第一天 正式让桃园新竹备源管线通水 总统蔡英文和行政院长苏贞昌 桃园市长郑文灿 以及新竹县市地方首长 以同到平镇给水厂视察 期盼透过北水南调 舒缓北部地区严峻水情 这些工程是由中央主导协调了数个地方政府 一起来推动 当成了我们北部地区 北水南调的政策目标 那么这个计划 再加上原本版二计划 版新大汉西的水源南调计划 现在我们桃园每日可以支援的用水 就如我们刚才所报告的 从7.8吨提升到20万吨 整个北部地区 无论是产业或者是民生 都可以更稳定更灵活的供水 桃园市长郑文灿表示 借由桃竹备源管线的通水支援 不仅为新竹带来及时雨 也让未来桃园新竹科技带 和民生用水能有稳定水源 不于匮乏 将近几个月的调节 十门水库回升到65% 我们预估应该可以撑得过 今年6月 那中间新竹又比桃园更严重 保三保二只剩下20%的水 所以新竹地区水情也吃紧 那今天能够桃竹供水20万吨 那真的是像吉祉雨 北水南调最后一里路终于完成 那将来我知道水利署还要把翡翠跟十门 有一个跨域联通计划 将来可以供应十门水库一年7000万吨的水 如果这计划再完成 我相信桃竹科技带 大家可以松口气 整个供水能力大幅提升 包括半导体 包括电子业 就可以在我们桃竹地区永续发展 由中央和地方政府联寿的北水南调计划 在桃竹备源管线通水后 可将台北翡翠水库的水资源 从桃园十门水库载送往新竹地区 预计每天支援20万吨用水 帮助新竹对抗旱情 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延烧 桃园市政府交通局为了维护民众健康安全 宣布即日起搭乘桃园市内的公车时 必须全程佩戴口罩并且禁止饮食 另外交通局也规定客运业者 每天定期清洁消毒 借此要保障民众的安全 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延烧 交通部也公告从2月1号起 台铁以及高铁全面禁止饮食 而桃园市政府交通局 为了维护民众健康安全 因此也宣布从即日起 桃园市内的公车全面禁止饮食 要让民众大大安心 为了要避免会有造成一个防疫的破口 我们在即日起呢 也已经规定 整个我们桃园的一个市区公车 不管是免巴的部分 或者是幸福巴士的部分 全部呢都禁止饮食 可以啊就是不吃东西 我们是有习惯 不会在村上吃东西 不会啊 现在也不能离 万一你有的 你穿着给别人 或者是你自己 又被别人穿 不是很不好的事情 都OK啊 比较放线 不会像以前有些人 在上面吃东西 或者打个喷嚏 口车啊 我们会受不了啊 会有一点 会比较放心 只是怕有一些人血糖会太低了 一位一位的民眾戴起口罩 並保持社交距離在後車停等車 桃園市政府交通局 為了避免大眾運輸出現感染風險 因此規定客運業者 每日間隔6到8小時 就要以二氧化綠 酒精進行車內清潔消毒 藉此保障民眾的安全 針對於我們目前疫情的升溫 我們針對於公車的防疫措施 也做了一個加強的部分 在車輛的部分 我們目前要求我們的客運業者 在個6到8小時 都必須要進行全車的消毒 使用了我們所謂的二氧化綠 還有酒精的部分 做一個全車的消毒 來確保我們車輛的安全 至於在乘車的部分 一樣的還是維持我們全車 必須乘車全程戴口罩 這樣的一個規定 但是如果有民眾 有這個隱私的狀況 我們會委由司機來進行一個勸導的工作 目前桃園市政府交通局規定 民眾在搭乘公車時 需要全程佩戴口罩 並禁止在車上飲食 而民眾若違反規定 勸導不聽者 也將會除以3000元以上 15000元以下罰還 要請民眾多加留意 記者文中訊台報道 盧竹在地干洗手業者 日前在地方臉書社團PO文 徵求在地店家一起發放免費干洗手藝 聯手以實際行動守護桃園 我是算公司的業務 我要跑客人 那我去客人那邊客人都說 你桃園來的喔 那桃園疫情也嚴重 所以我去客人那邊覺得有點尷尬 那桃園這邊的疫情是相對嚴重的 那我當然是希望每個人都能夠做到好的防疫 做到健康 為了避免有人重複領取 業者也想出利用手機掃描QR Code的方式 讓資源能送到所有有需要的鄉親們手中 我們去年疫情期間辦了幾次捐證 那又辦了幾次現場提領 那發現現場提領會有大排長龍群聚的問題 然後領過可能會重複再領 所以我們這次就配合在地店家 只要需要這個乾洗手的民眾 那他在這個13個店家 掃了QR Code註冊之後 輸入這個店家的代號 那他就可以免費的索取這個一瓶 目前一共與盧珠南坎地區13家店家合作 即日起民眾可來店免費領取 一人向領一瓶 詳細資訊可到地方這團查詢 大家一起在生活中落實自主防疫 記者劉宇婷 桃園報導 桃園市巴德分局連續兩年和獅子會合作 在農曆年前舉辦寒冬送暖活動 準備了羊毛背 米 調味料和衛生紙等生活用品 希望藉此讓弱勢家庭過個好年 也呼籲更多人一起做愛心 年節將近桃園市巴德警分局連續兩年與獅子會合作 舉辦寒冬送暖活動 將針對獨居長者與弱勢家庭贈送食用物資與棉被 希望讓他們都能過個溫暖的好年 桃園市人和獅子會長期致力於社會關懷 桃園市人和獅子會長期致力於社會關懷 也期望藉此拋磚引玉呼籲更多人一起做愛心 我們來分送我們的愛來分享我們的溫暖 所以我們今天我們帶著我們的棉被 還有我們家用的過年期間一定會用到的食用食材 一起來照顧我們獨居老人 所以透過今天的活動呢 我們一起帶領跟我們巴德分局所有的遠景 一起來關懷我們巴德區的區民 一起把我們人和獅子會的愛分送給大家 巴德分局寒冬送暖將有45戶 弱勢家庭受賄 由於物資繁多重量也不輕 將由巴德分局的遠景協助派送到家戶的手中 同時也提醒大家春節自然不打烊 切勿飲酒開車安全過好年 記者賴維一桃園報導 牛羹福田四季春牛轉乾坤開紅運 大家好我是桃園市議員謝美英 去年全球飽受疫情所苦 期許今年疫情退散牛市再現 也祝願大家新年度諸事大吉牛氣沖天 最後祝您牛年新花放才多生健壯 這是年輕活力的桃園 這是繁榮進步的桃園 這是熱鬧豐收的桃園 火力之都希望桃園 因為有你的參與桃園越來越好